曾经也跟大家分析过的 这是 你看第一个一月节 就是在二章十三节 二章十三节 然后在二章的二十三节 他又在提到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一月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醒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所以你看 二章二十三节 就提到主耶稣在那次的一月节的时候 主耶稣也醒了许多的神迹 醒了许多的神迹 所以有人也信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名 所以看来 这是在耶路撒冷醒的神迹 耶路撒冷醒的神迹 因为如果 我们再看到 那个四章的五十四节 我们来看四章五十四节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个神迹 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所以这里又提到 这是第二个神迹 为什么要这样算呢 如果在二章的二十三节 行了很多神迹 那边应该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很多吧 但是约翰福音书四章五十四节 就是说是第二件神迹 所以跟大家已经提过了 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的神迹 是有特殊的意义 所以第二件的神迹 是要显著主耶稣的 弥赛亚的那一个全能 那当然 主耶稣要醒的神迹 当然不止 约翰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七个 其实还有很多 单单你看刚才的耶路 在耶路撒冷 二章的二十三节 耶稣已经醒了很多的神迹 所以不止一个 所以有很多 那是没有记录的 没有记录下来 那我们再看 这个 大家看 四章的四十五节 四章四十五节 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 在耶路撒冷过界所醒的一切事 就接待他 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看 二章的十三节 一直到四章的四十五节 我们就知道 这是主耶稣 在第一个的一月节以后的事情 一月节事情 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三章 第三章就有那个 你个嫡母 法利赛人 你个嫡母来找耶稣 因为他也看到 主耶稣所醒的神迹 所以就找他 毕竟这个 你个嫡母 也是个法利赛人 所以他 他也懂得 律法先知书的 所以不奇怪 为什么他来找耶稣 因为他看见耶稣 醒的神迹 来确定 他是那个米赛亚 所以跟他谈到了 那过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 第四章的时候 主耶稣就 少尔就离开了 这个耶路撒冷 往这个 往加利利去 就路过撒玛利亚 路过撒玛利亚 然后就跟撒玛利亚妇人 谈道 谈道理 那 在撒玛利亚以后呢 四章的四十三节 过了两天 主耶稣就离开那里 就往加利利去了 就往加利利去 然后 到了加利利 以后呢 主耶稣到了加拿 在 就是随便九神迹的 那个地方 主耶稣在 在那里 在醒的第二个神迹 所以 二章其实 一直要 连贯看的话 一直要看到第四章 第四章 因为第五章就 另外 另外的祭祀了 有另外的祭祀 也是到耶路撒冷去 也是到耶路撒冷 大家注意吗 五章的第一节 五章的第一节 这世以后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阶起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所以 如果给大家看了这个图 这是第一个图 这是第二个图 所以第二个图 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就是五章第一节的 主耶稣又游上耶路撒冷去 所以可见 二章是三节 那是一月节 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 那是第一次了 有记载的上耶路撒冷的 然后五章第一节呢 犹太人的一个阶起 主耶稣也上耶路撒冷去 但是问题就是说 五章第一节的一个阶起 就你没办法 很确定的是哪一个 因为按照生命纪十六章十六节 有三个阶起 犹太人必须会上耶路撒冷的 那第一个是除教节 也就是一月节 那第二个是那个七七节 或者是五神节 Pentacost 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住棚节 住棚节 所以有三个阶起 那如果把五章第一节 看成是除教节的话 也就是一月节 那等于是 跟二章是三节 再到五章第一节是一年了 可以算一年了 那如果把它看成是七七节 五神节 那只不过是跟四章 插过来的话 就是等于什么呢 这等于是五十天后 就不能算一年了 或者说是住棚节 那我们也没办法 能够确定它是一个住棚节 因为在七章的时候 等下还有一个住棚节 还有一个住棚节 好了 那一般上来说 都有人把它确定成为是 那个除教节 所以变成是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五章的第一节 大家注意说 这是以后 所以这是以后 这是复述的 如果你看 原意里面 这里是所复述的 就是说 就是跟刚才的二章到第四章的事情 那么多的事情过了以后 所以就是另外一页 另外一面 所以另外一面的话 就等于说是 是不是就是那个 一个 一月节呢 或许也是可能 但是 我们当它还是一个 第二个时期 那因为是 因为这个阶起 没有去确定 没有去确定它 好了 那我们看 第三个 六章的第四节 我们来看 六章的第四节 六章第四节 那时 有太人的一月节 进了 所以这是 约翰福音书里面 第二次提到的 一月节 一月节 但是似乎看来 这个一月节 主耶稣就没有上耶路撒冷 没有看到他上耶路撒冷 他没有这样的记载 只是说 有太人的一月节 进了 就没有提到主耶稣 有上一月节去 好 那当然我们 知道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原因 因为如果这是 一个月节的话 那比如说 第七章 你看 我们看第七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这事以后 这事以后 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 因为犹太人要杀他 第二节 当时犹太人的祝鹏节 进了 所以这是祝鹏节 看到吗 所以这是又另外一个节起 就是祝鹏节 所以眼前 主耶稣没有上 耶路撒冷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好 那再看第十节 七章第十节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上去过节 不是明去 是否是暗器的 所以这是怎么样 这个是 祝鹏节 所以后来 主耶稣也上去了 如果这样看的话 等于说 在下一个的 一月节不远了 如果 按照 这个犹太人的 那个 祝鹏节 跟下一个的一月节 可能差不多 已经相差六个月 相差六个月 所以这里的那个祝鹏节 主耶稣会上去 但是这一次的上去 就 厉害了 大家就吵起来了 所以到了第七章 是很激烈的 到 你看到七章八章 一直接下去 很激烈的 好 你看七章的十一节 七章十一节 正在接起 犹太人 寻找耶稣 说他在那里 所以正在接起的时候 这是祝鹏节了 大家都在找耶稣 因为他很想把他杀掉 这次神要把他杀掉 那 如果刚才五章的是一个一月节的话 那 等于说 这个的 像进入的话 就等于说是什么呢 已经进入了第二年了 第二年 十四节 你看到了接起 这也是祝鹏节 主耶稣就在 这个祝鹏节的时候 就讲很多道理 跟他们辩论 跟他们辩论 而且到了七章的三十七节 你看 七章三十七节 接起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这是祝鹏节的 守完以后的七日 的第八日 这是最大之日 所谓的最大之日 也是有那一个圣会 也是老路的功都不可做 是接起的安息日 也可以这是 叫好也就跟那个 安息日 是同一个日子 所以这是七章的 这个祝鹏节 祝鹏节 好 那 除了这一段 我们再看十章 十章的二十二节 这个就可以确定说 什么 大概是 这个是算年底了 年底 因为什么呢 十章二十二节说 在耶路撒冷有修电节 是冬天的时候 所以 耶路撒冷冬天 大概已经是进入了 年底 也就是年底的时候 那 是冬天 这是修电节 主耶稣有再次上 这个耶路撒冷 有了耶路撒冷 好 我们就看 十一章的五十五节 十一章五十五节 我们就看到 月节 五十五节 犹太人的月节 进了 有许多人 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节前 要在节前 节径 要在节前 节径自己 可以看到吗 十一章五十五节 已经是将近 约翰福音书里面的最后一个一页节 最后一个的一页节 十一章五十五 那十二章的第一节 十二章第一节 一月节 一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国大里 这是一月节之前的六天 主耶稣在哪里 在国大里 所以这是进入了最后的一个一页节 最后一个一页节 我们再看十二章 十二章的十二节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的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这是一月节前六日 前六日 然后的第二天 第二天 好了 那十三章第一节呢 十三章第一节 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 李氏归附的时候到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在 主耶稣那个晚上跟门徒 一起享用这个愿洗 月节的愿洗 然后有洗脚礼 如果是按照耶稣福音十三章 主耶稣为门徒洗脚 那是什么 一月节以前 在一月节以前 他在做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十九章 十九章的十四节 十九章十四节 那日是一备一月的日子 月有五正 比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啊 这是你们的王 这是主耶稣 那一个早上被定罪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吗 月有五正 我们这六个小时 早上六点 主耶稣被定罪 那九点 主耶稣就被定十字架 所以 十九章十四节 这是被定罪的时候 所以约翰福音书把它记载下来 大家都说除掉他除掉他 定他在十字架上 然后比拉多就 就交给他们了 就定罪了 所以要交给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看十四节 主耶稣被定罪的那一天 是什么呢 是预备一月的日子 是在预备一月节的 准备一月节的日子 在预备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 圣经 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的月节 用一个平面 平醒的瞬息的图表来看 你看这个表 第一个安息月节 在二章是三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有一个阶期 这是不知道的 五章第一节 这是不知道的 然后呢 接下来的一月节 六章的第四节 一月节 这个是什么呢 主耶稣 行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 也是没有提到主耶稣 上耶路撒冷的一月节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有祝鹏节 就是第七章 第七章的祝鹏节 所以 刚才的这个六章四节的夜节 跟那个祝鹏节 就六个月 差不多六个月 就是应该相差三 然后接下来有那个修电节 那修电节以后呢 我们最后看到月节的最后一个 就是在十一章的五十五节 那是最后个的一月节 最后一个的 那可以说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有命名的一月节 主耶稣 跟主耶稣有关系的 就是有三个 有这三个 那如果把一个接起的五章第一节 也看成是一个 一月节的话 那等于说三年 第三年 主耶稣在第三年 传福音在第三年就定十字架 这样 那如果把五章第一节看成 不是楚教节的话 看成是 你要祝 你要这个五绳节 或者祝鹏节也好 那是 就变成怎么样呢 就两年 就是两年 所以大家我们都说是 主耶稣出来传福音书两年半到三年之间 就是大概是这样算的 好 那我们这样一看 我们就知道 二章十三节 是约翰福音书里面的第一个月节 约翰福音书第一个月节 那主耶稣在做什么呢 洁净圣殿 很清楚的 这是洁净圣殿 为什么呢 因为 对观福音里面也有洁净圣殿 但是它是记载在哪里 它是记载在主耶稣 要定十字架之前 他开旋 取那个女子 进去耶路撒冷 然后就洁净圣殿 马太马可路加都是这样的 但是约翰福音书呢 他的那个洁净圣殿 就变成在这个第一个的一夜节 第一个的一夜节 所以 按照这样看的话 约翰福音书的那个洁净圣殿 是第一次 第一次 是第二次 所以有两次洁净圣殿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主耶稣的第一次洁净圣殿 我们是怎么样来确定的 第一个 从第一次的一夜节这样的发生 二章十三节这样来看 就从约翰福音书整体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肯确定说 这是 按照一夜节这样的一个瞬息的话 就是第一个的一夜节发生 那对观福音里面的 那个洁净圣殿 都是怎么样 到了最后的 最后的一个一夜节的发生 但是约翰福音书就没有记载 就没有记录 如果这样整体看的话 约翰福音书就记载了 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第一次 但是对观福音没有记载 约翰福音没有记载 受苦周的那一个夜节的 洁净圣殿 只有马太马可路加有记录 对观福音有记录 所以证明就是说 有两次的洁净了 用夜节这样来 可以做分析 做确定的 好 第二个证明呢 我们就要来看二章 我们来看二章的二十节 约翰福音书二章的二十 二章的二十节 犹太人便说 这件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我们要用这一节来去确定 主耶稣洁净圣殿是第一次 是第一次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圣经有记载的是 犹太人说的 这殿是四十六年造成的 所以这个圣殿 他们现在看着的圣殿是 那个大西律 Heroides the Great 所修建的 所修建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四十六年 因为犹太人说四十六 到了主耶稣的时候 犹太人跟他讲话的时候 这个变形是四十六年做成的 那主耶稣说 你怎么会三日把它建造起来 因为因为十九节主耶稣说嘛 你们拆毁这个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那犹太人就说 这个殿不容易建到起来 是四十六年才建成 建到现在这样的 你三日要把它建起来 什么笑话 这样的意思了 好 那我们看到说 犹太人说四十六年 那是主 那是犹太人跟主耶稣说话 他的那一年 OK吗 OK 那个四十六年呢 当时是什么年代 那如果我们把主耶稣的 那个岁数三十岁嘛 我们说三十岁 把它减去那个四年的错误年法 那个是什么年代 主后的二十六年 主后的二十六年 那如果是主后的二十六年呢 就符合了历史的那一个着重点 为什么呢 这个不在圣经里面 那我们是用历史里面的 有证据的 如果你去查看 这个当时主耶稣看到的那个圣殿 是那个大西律 Peroides the Great 把它 Peroides the Great 就把它修建的 按照历史的记载 他在什么时候年代 开始修建 在主前的十九年 这是历史的 所以你可以press 他是 他是主前十九年 他开始 大规模的整修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 他在修整 所以被称为叫什么 叫做虚立的圣殿 因为虚立王帮他们修建 修建了四十六年 所以主前二十年 开 十九年开始了 那一直到四十六年以后呢 就是下好主后的二十六 就是犹太人跟主耶稣说话的那一年 所以我们是用历史里面的那个 把它撑着了 就知道 就符合了 这个工程是大叙利在主前的二十年开 十九年进入 一直到主耶稣的主后的二十六年 已经四十六年 但是按照历史来说 这个圣殿 虚立一直建 建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建好在主后六十四 主耶稣已经死了 买葬了 复活了 但是这个圣殿还在建造 但是主耶稣说过什么 以后又毁掉 有没有 主耶稣进圣殿 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哭嘛 对不对 他看到耶路撒冷 他哭 他说这个以后 这个会被毁掉 石头要贴石头 但是这个圣殿呢 这个大叙利就把它建造完成了 怎么样 主后的 那个 六十四已经建成了 主后六十六已经建成 那 怎么样 在主后的七十年 主后的提多将军 罗马的提多将军就攻陷这个耶路撒冷就把圣殿毁掉 就把圣殿毁掉 那毁掉以后没有了 整个圣殿没有 留下了吗 那个 那个西边 西边的一个 在Waste Coast的一个 就是那个 枯墙 现在的枯墙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 怎么样 就是主后的七十年 已经是被毁掉的 可见 主耶稣在这个时候 跟他们说话 接近圣殿的时候 是在主前 对不起 在主后的二十六 也正式 大徐利建造这个修建圣殿的时候 第四十六年 所以犹太人说 这个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这是真的 四十六年 你三天就把它建造成 开什么玩笑 但是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 所以这是 以后我们看到 那个 圣殿 也被毁掉 照着主耶稣所说 也被毁掉了 在主后的七十年 被滚烧毁掉 可是 毁掉以后 那个 那个 圣殿的这个地方 圣殿的这个地方 后来怎么样 在 被伊斯兰教 回教 就侵犯了 这个 这个东东一带的地方 那后来 这个地方就建了一个 他们的那个 清真寺 清真寺 我们开一下 这个 大家应该有看过的 这个 这个就是圣殿被毁以后 现在有的 就是这个 所以 这个很敏感 这个地方很敏感 就变成了是 回伊斯兰教所用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 常常就会 大家就在争了 所以 有一些 清 那个 西安分子 那些犹太人 他们还有个观念 他们要把这个地方 躲回来 他们要重建圣殿 他们还在想着说 弥赛亚还没有来 弥赛亚来了 就帮他们建造 这样 但是他们 不信耶稣 但是 应该以后要有相信的 要有人相信 我们把福音要传给 这些犹太人 那他们要相信 那 要给他们知道说 新耶路撒冷 不在这个地方 新的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的 在正义书教会里面 所以 这个是物质界了 你要躲间 你就照 那个 神也不要了 那个地方 那 第二次 洁净圣殿 第二次洁净圣殿 如果你看 马太的21章 马太的21章 马可的11章 或者是 路加的19章 都有记载 那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的21章 马太福音21章 十二十三节 十二十三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的一切 做买卖的人 推倒 最贯引钱之人的坐子 和卖 鸽子之人的凳子 十三节 对他们说 经常记得说 我的殿 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到时 它成为解窝了 这是第二次洁净圣殿 为什么呢 因为 21章开始 主耶稣就 往这个耶路撒冷去了 往耶路撒冷去 就取那个驢子嘛 取那个驢子 很荣耀的 走进圣殿 这个时候呢 你看约翰福音书 就有记载了 他取那个驢子 进耶路撒冷中 很荣耀 为什么呢 因为 在他旁边 还有 拉撒路 还有拉撒路 是主 主耶稣让拉撒路 复活以后 然后他进入这个圣殿 所以 大家在迎接他 所以如果这样 我们看的话 事情就发生说 这是在最后的一个 一页节 但是 约翰福音书 就没有记载 主耶稣 洁净圣殿 只有 马太 马可 路加 这个对观福音就记载 有捷径圣殿 所以这个什么 第二次的捷径圣殿 按照对观福音 这样的记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对观福音的记载 捷径圣殿 是按地理方式来去前进的 他会从加利利 耶路撒冷 一次这样往前去 是用地理 geography 来去的 约翰福音不一样 约翰福音是用 一页节 第一个页节 第二个页节 最后一个 好像 十一章五说 一页节要到了 那时候他要进去 他是用那个一页节 但是 约翰福音书的 第一个一页节 主耶稣就 接进圣殿了 所以是第一次 所以对观福音里面 的是第二次 所以是两次的 接进圣殿了 好 那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留意的 这个部分 今晚要特别留意的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 这个十四 十四节 一直到这个二十二节 这个部分 你们看这个章节 你有发现 你有发现多少个 多少次提到 殿 圣殿的殿 圣殿的殿 大家注意 好 现在我把它 我把它 highlight起来 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这个部分出现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七次的圣殿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这个图里面给大家画上 黄色的是同一类的 那个殿是同一类的 橙色的又另外一类 然后那个红色的殿 有蓝底的那一个 又是第三个 我要跟大家说的 这里的殿 因为中文 我不晓得英文 应该是看不出的 应该也是看不出的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里的电脑 中文的这个殿 你都分不出来 其实有三种意思 有三种含义 怎么知道呢 大家就注意 二章十四节 二章十五节 是同类的 那个殿 是同一类的 一个含义 十六节和十七节的那个殿 也是第二种的含义 第二种的含义 然后二章十九 二十 二十一节 那个殿 第三种的含义 不一样的 不一样 等一下主耶稣在说的时候 有他的意思的 有他的意思 现在我给大家注意看 所以这个圣殿 在原文里面 他有三个不同的含义 他有不同的字译 好 第一个 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 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的 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 他叫做 Helron Helron 这个Helron Helron是怎么意思呢 如果你刚才看 那个二章的十四节 看见店里有卖牛羊格子 有罪患饮钱的人坐在那里 然后十五节 耶稣就拿起绳子 坐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到处罪患饮钱 资人的饮钱 推翻了他们的坐子 所以二章十四和十五节的 所说 那个店叫Helron 是怎么样 广义说的 就是说 包括什么 圣 这个 圣所 至圣所 也加 所有的 全部了 比如说 比如说 这是会堂 包括礼拔那边 所以说 看到这个圣殿 尤其是 主耶稣看到这个Helron 是什么呢 很多人的那个地方 做买卖的广场 那个地方 所以 这个第一种叫做Helron 就是说 大家都往圣殿去 就是说 普通说的 一般说的 就是 就是 第一个的意思 这是包括什么呢 外面的那个 城墙里面的外院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 二章十六和十七节的 二章十六十七节的 在希腊文里面 它是用 Hoykos Hoykos是什么呢 家 住家的家 住家的家 我们来看二章的 十六节 二章十六节 我把那个店变成家 念买不一样的 你看 又对买 卖个子的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家 当作买卖的地方 十七节 他们的门 他的门徒就想起 经上记着说 我为你的家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看到吗 所以那个店 他是用Hoykos 主耶稣称那个圣殿的地方 是我的家 他不再称那个叫Helron 主耶稣把那个圣殿的这个地方 Helron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拜神的地方 敬拜神的地方 那你们哪来做买卖 你当我的家是什么 所以主耶稣很深 建议把我家弄肮脏 所以他很焦急 所以这个 这个二章十七节的 那一个圣据 经上所说的 其实就是诗篇 六十九篇 所说的那句话来的 六十九篇的第九节 那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 他们门徒就把这一章节 来形容主耶稣的交集 因为他为神的殿 成为他的什么 他的家 那我们今天也一样 好第一个你来到 你来到这个会堂的恐怕周围 就是会堂 就是会堂 什么人都会进会堂 有些送或送米的 他也进来会堂 他也来这个地方 那时候不来进拜神 不一定 好像送瓦器的 送那种瓦斯的 他送 你order要米 他也送来 他到厨房 他那时候也没有来会 他也没有来教会 他又来会堂 他有 他有来到 那时候不来拜神 有些人也会来会堂 但是就是不来 不当着这个会堂是我的家 没有 所以那是一般的 那是在主耶稣 把这个会堂 这个地方的这个店 我的家来的 我整个地方是我的家 跟我有关的 风上坏了 我要把它修 我有关系的 麦克风不响 会找人 我怎么要修理 这个会堂的门不好 哪里 我会关心 因为 为什么 我的家 如果是你的家 我才不理 对不对 不一样 这个主耶稣 我父的家 主耶稣 把我父的家来的 你把我天父的家 弄到这样 所以他很生气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也一样 保罗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 提摩带前书第三章 提摩带前书 我们看第三章 十五节 三章十五节 当 或我 单元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 当怎么样行 这个家 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注实 和根基 你看到吗 这个 永生神的教会 是什么 这个家来的 这个家 神的家 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所以现在我把教会看成什么 跟我有这个家来的 不一样 你把柜堂看成是一个建筑物 可以也没有错 但是你把这个地方 看成什么 好像我的家 跟我家 我天父的家 那就不一样 你就 一直要回来这个家 因为 你一定要回家的 你不可能每次都回酒店 你回酒店干什么 那是暂时的 那是回家 这是我归宿的地方 所以 谁在管理 这个家 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十章的二十一节 十章二十一节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这里有 这里神的家是教会 谁管 大祭司 那这个大祭司是谁呢 如果你看四章的十四节 四章十四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 便当此定所承认的道 看到吗 十章二十一节 有大师 治理神的家 治理神的家 这教会就是神的家 大祭司在管 那大祭司是谁呢 四章十四节 说是神的儿子耶稣 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家 祂在管的 我们都是祂的儿女 那我们要回到这个家 回到这个家 这是第二个的意义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 回到约翰福音二章十九 约翰福音书二章十九 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这个部分 但是这里的变 已经不再是用 也不是用 已经变成什么呢 二章十九节你看 它变成是 在希腊文叫做 这个哪奥 这个哪奥呢 是指什么呢 那个圣所和自圣所罢了 不包括外面 圣所和自圣所罢了 所以你看 主耶稣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个殿 我三日内 要再建立起来 所以主耶稣 要再建立的 那个殿是什么 建立 哪奥 圣所和自圣所 那个有 里面有圣去的地方的 就是 你进入里面 有那个 陈舍平 金灯台 有香坛 然后还有 如果按照 有那个 那个 曼子 有放那个月柜的 自圣所 那个 那个是 很重要的 一个地方 来的 那个不是 没有人随便可以进的 你看主耶稣 他到了 没有经过这个地方的 他没有经过的 不能进 只有大祭司 那些 甚至人眼 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的 其他人是不能到 其他人只是到 外院 或者到那个内院 圣所和自圣所 这个 哪奥 是你不能的 所以 主耶稣 偏偏讲这个 那就 乐趣 犹太人的不爽 因为主耶稣说 你们拆毁这个殿 你们拆毁这个 哪奥 那我三日之内 要把它建立起来 那 二十节 他们又 犹太人们说 这个殿 这个哪奥 是四十六年 你才建成的 你三日才可以 你有那么厉害 那 你看 二十一节 但耶稣这个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 哪奥 为这个殿 所以呢 给我们看到什么 这是主耶稣要讲的 这是跟他的救赎有关 跟他救赎有关 为什么呢 你看到了这个启示录 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一章 启示录我们看十一章 十一章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第二节 十一章一和二节 启示录十一章第一第二节 有一根围纸赐给我 当作亮度的帐 却有话说起来 将神的殿和谈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 都亮一亮二节 只是殿外的院子 要留下不能亮 因为这是给了有爱帮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好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殿 要被亮的这个第一节的那个殿 其实就是什么 指着那欧斯来说的 是指着教会来说的 所以 这个神的殿 就是指着 他的教会 真正的这是救赎的 救赎金轮里面的说法 指的那一个是教会 所以圣所和资圣所 已经被毁掉了 没有了 但是 今天在哪里呢 在教会里面 教会就是那一个 圣殿 我们来看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所以这个哪欧斯以后 不再是那一个 用 那个石头 用物质的那一个建筑物 它变成什么呢 我们 看 以弗所书 第二章 以弗所书 二章 十九节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邦人 和科里 是与圣徒同果 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就神家里 家里的那个人 Oikos的人 但是呢 这个人变成什么呢 二十节 变成 看到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耶稣基督为房角石 二十一节 各房靠他联络的赫石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成为主的 看到吗 我们 变成圣殿 因为主耶稣 因为刚才的那个 耶稣 这个殿是指着他的身体来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 你看 约翰的二章二十一节 约翰二章二十一节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电 看到吗 那今天的这个耶稣身体为电是哪里 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 所以那个教会是谁 我们 不是这个凳子 不是这个会堂了 我们 我们是教会了 所以保罗说 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主说什么 我们来看 这个 哥林多前书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三章我们看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看到吗 我们已经变成 神的殿 因为主耶稣 要把他三日之内 把他建造起来什么 死了 埋葬 复活 建立他的教会 教会不是这个会堂 这个世界末日也要被毁掉的 你再多大奸 你再多黄奸 但是我们呢 我们要被主耶稣拯救 我们是教会 教会是主耶稣用他保学说 救赎出来的人 所以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 约翰福音二章 我们就 从那里我们知道怎么样 这个 二章十四节 一直到二十二节的这个部分 圣殿呢 这个殿有三种意思 第一个 你看黄色的那个就是Heron 就是普通的啦 一般的 一般性的 比较广泛性的说法 好了 第二种呢 十六十七节 主耶稣是什么 我的家 成为我父的家 然后到了十九 二十二十一 这个殿是怎么样 成为是Nahos 耶稣的身体 我们 是神的殿 这是 耶稣要强调 耶稣不是在建造那个 耶路撒冷的那个会堂 不要 那个圣殿他不在建的 他要建造的是我们 要救的是我们 世界上的这些 你 什么圣殿 什么会堂 什么都 他是要被毁掉的 因为是物质界的 末日一定 我们是要被拯救 所以我们的身体 有圣灵的 圣灵基础在里面 我们是神的殿 这个圣殿是活的 现在 mobile的 可以到处走的 你到了哪里 你就是神的殿 你要好照顾自己 好了 所以这是三个说法 就是那个 从希腊文里面说 就是这个 但是你进得到那个圣所吗 你进不到 你进不到那个 哪奥斯 我可以到圣殿 我去敬拜神 我去守节 我就去Helron 因为有一个地方的 我要去 像今天一个会堂 我要去敬拜神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图 这个是哪奥斯 圣所和自圣所 那个是一般上都不能随便进的 只有大祭司 祭司 那个叫哪奥斯 那个是 王室的猪廊 那个 所谓 一般来说 他们做买卖的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开很多档口 大家就在做买卖 另外一个 那个叫外院 外院就是 外邦人可以到的地方 他们可以到 他们可以到这个四周围 到了这个四周围 但是不能进入 哪奥斯的那一个地方 只有什么呢 以色列人 选民 他们可以进去 但是他们进去的时候呢 下个图 这个比较近的 这个是哪奥斯 他们可以进的话 这个是外院 给大家看 这是外院 那是外邦人去的地方 他们不能进 进了这个墙以后 这是圣殿的内院 主耶稣可以到这个地方 他可以到这个地方 但是他不能够 再进那个哪奥斯 哪奥斯他进不到的 这个库房 以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书 有说到主耶稣 在库房那边讲过道 在这个地方 美门 这个美门 大家知道有个瘸腿 彼得叫他行走的那个门 就叫美门 要进入 进入圣殿的内院的那一个门 因为 犹太人 以色列人要敬拜神的话 他们要进入这个地方去 就在那个地方来去草拜 但是 不能够进入那一个 那一个哪奥斯 不能的 他们不能够进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买卖的地方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我们做买卖的地方 好了 这个整个这样 你这样看 叫做Helron 大家都去的 叫Helron 所罗门朗 现今留下来的库墙 这是 一个图 现在你可以留下来 可以看得到 就是那个 那个库墙 就是这个 库墙 就是现在的 因为看到刚才那个 金色的那一个 它就在那边 所以这是西边的墙 所以留下了西边的墙 就这个 大家就在那边哭 叫哭墙 所以剩下的这个哭墙 只是历史里来 他们留下来的一个 唯有的一个骨骑 有太人就是剩下这个 应该你们有到过 有去过吗 可以进去吗 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去摸那裤墙 可以啊 OK 他们会写了祷告文 然后塞进去那个缝里面 他们需要写信给天上的神 祷告 所以那边有很多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墙 有你们看到很多草 很多草 就是那个牛剃草 牛剃草 拿来沾血 打那个 打那个门框 都会长在那种 是风里面 你们有亲自盗过的应该很清楚了 应该 没有看到啊 没有吵啊 被扫清戒了 哈哈哈哈 这些人有启草啊 有启草 圣经和说 拿来咱们的打这个门框 一的这些时候啊 OK 啊 OK 应该变得理由心地了 理由心地了 好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现今的酷强 也是在那边 所以 好了 感谢主了 我们就 查到这一边 下个星期 我们会继续 还是这个部分 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 但是是 我们不要进入 主耶稣在 洁净圣殿的一些过程 还有里面的内容 那今晚是给大家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 给大家知道这样的分类 好了 感谢主我们今晚 也准痛 yes 第一次